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公布了中部广平省推迟的项目清单 其中大部分属于酒店业 该信息披露是基于广平省自然资源厅早前的报告 以及第2014分之413号政府法令第15条第三款 其中详细介绍了土地法的多项条款 第三条规定 对连续12个月未投入使用土地或者用地进度笔项目文件规定晚24个月的投资项目 省级人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审查 处理并在网站上公示 延长土地使用期限的项目 应不可抗力导致用地进度延迟的项目 并提供信息在自然资源环境部土地管理总局网站公示 12个投资项目中有一些规模较大 如汤哈达内度假村项目 近162,000平方米 京城度假村项目超过85,000平方米 印度支那广平度假村超过713,000平方米 五星级博尔曼酒店超过56,600平方米 生态酒店项目近47,500平方米 另一个度假村项目近42,300平方米 以及灵碳优质石粉厂超过123,000平方米